我都很決定在你所給的危險 你只能繼續和你自己的見 來到現場演唱 這首十一年前的歌曲 作為九月份小巨蛋演唱會的主題曲 要與歌迷一起見證 屬於他們的里程碑 滿開心的 但是我覺得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我們也準備做了十年 所以覺得其實自己也準備好了 成團十二年首度踏上小巨蛋舞台 全員備戰 讓自己保持最佳狀態 不過先前同盟的告舞人 奪下金曲獎最佳樂團 卻被質疑歌曲過於商業化 不值得拿獎 讓盛浩忍不住IG發文 為告舞人出口氣 林先生在十年前得獎的時候 其實遭遇過類似的狀況 就是我覺得本來 網路上面的聲音就很多 有好聽的 當然也會有噪音 只是今年金曲爭議不只一樁 熱狗表演橋段突然沒了聲音 坐在台下的民先生 全程目睹尷尬時刻 Live就是這樣 那有時候其實就像狗哥說的 就是他在台上說 有時候其實觀眾來看現場演出 就是想看台上的人 有一點小失誤這樣 我覺得那的確也是現場 才會有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唱了十二年的民先生 也曾遇過不少驚險的演出事故 把危機化成轉機 接下來成員們就要好好準備 公彈演唱會 把狀態調整到最佳 用完美的表現迎接所有歌迷 TVBS新聞周玉峰 羅宏昌瘦 江柏君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